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我们这节课就会把所有的这些课程给大家串一遍 尤其是有些同学对于一些妆容的取舍方面 还有一些流程方面的问题 那我就做一个全部的整体的展示 好了 我们其实讲了这么多的课程内容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不是每天化个妆要特别特别复杂呢 所以呢 接下来我会把所有我们这个全部的化妆步骤给大家演示一遍 同时也展示一下像早上特别急的时候 咱们要出门上班 你只要化一个简单的清爽的妆 比如说只有15分钟或者是顶多不超过20分钟这样的时间 你要去化一个妆该怎么办 那我就一边给大家演示 一边给大家讲解 对于我来说平时是怎么样给自己化一个出门妆的 首先呢 是我们还是日常的这个护肤的这个步骤 一定还是要注意妆前的保湿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决定了我们的底妆是否清透 是否服贴 然后还有这个防晒的问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 所以刚刚我做了一个基础的护肤之后呢 我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防晒霜的这个部分 像我们日常的涂涂防晒霜在面部 防晒霜的量是一定要够的 不要涂薄薄的一层 要涂厚厚的一层 因为这个防晒的量会决定了我们防晒的效果 如果你涂的太少 它起不到这个防晒的效果 咱们就是白涂的了 所以呢 我这个量呢 大概是在这个手上 如果你放在手心 大概是一枚硬币 一枚硬币那么大的量 我们涂全脸就可以了 跟我们涂乳液是一样的 spiritual value 呼吸z效果 都有 tangent 每天洲视频 你们前面找了很多icip supposed咱们的 有开 lighting 说明尽 我们试试试afa 然后我们试试看到 方法 我们刚刚涂完防晒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泛白 或者说它还没有特别的吸收 这个时候需要稍微的停一下 不要做完防晒之后 马上就去做粉底的部分 要稍微的停留一段时间 让它跟皮肤有一个接触和吸收的过程 后面才不会出现搓泥的情况 有些同学会跟我说 防晒做完之后 马上去做后续的步骤 就会有搓泥 或者是不太服贴的情况 那么你只需要在这个时候 增加一部分的时间间隔就OK了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间间隔的时候 做一下唇部的护理 和这个眉毛的修剪 刚才我做过了这个眉毛的修剪 那么我们涂一下唇膏就可以了 大概你做完修剪眉毛 还有护唇 这样一些工作之后 我们的防晒也基本上会跟皮肤贴合了 因为你如果去摸上去 它没有说明显的有滑动的感觉 或者是油油的那种感觉 基本上这个防晒就已经是吸收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后续的步骤 接下来是妆前 我们讲到有一些特殊的问题 你要使用一些调色的妆前乳 或者是保湿控油 这样的一些妆前的成分 以及的一个局部的斑点啊 瑕疵啊这样的遮盖 那么在我们日常妆里面 其实你自己脸上的问题 都会非常的清晰 像我的话 可能下巴啊额头啊 会有一些暗沉 然后也会有一些红色的在鼻翼啊 这些鼻翼的红血丝 以及眼方眼睛下部的这些地方 所以基本上这样一个固定的 惯常的步骤 就会你每天都会记得 在这些地方去做一下就可以了 首先呢 是我自己的一个用紫色隔离啊 去体谅一下一些稍微暗沉的皮肤 其次呢 是做一些局部的遮瑕啊 我们之前有讲到过 用一些颜色对比色的原理 在这个部分呢 因为可能很多同学没有买刷子 所以呢 我就尽量的用手 因为其实有时候早上时间 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可能用手会感觉更方便一些啊 我们之前有很多的课程内容 都演示了如何去用刷子 那么这节课我们也演示一下 如何用我们的手来进行这些操作 接下来呢 是用橙色啊 一些稍微的偏 对比色一点 做一下我们黑眼圈的一个遮盖 对比色的道理 两不转的三不动的 对比色的混合 对比色的一种 对比较不动的 对比价格 对比色的一种 在这种里面 对比色的十 AM 对比色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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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针对一些特别 还有一些没有遮盖到的 像一些斑点或者小瑕疵 我们还是用深浅色 先用深色再用浅色的方法 分别处理掉不同类型的瑕疵 好了做完妆前的遮瑕之后 就是粉底的步骤 而如果你脸上并没有这么多需要遮瑕 或者说对妆容的精细程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 像刚才这些遮瑕的步骤 你可以在先做完粉底之后再去查漏补缺 比如像这些细小的斑点 还有一些黑眼圈 这种皮肤由于色差之间的问题导致的肤色不均 有很多是可以通过粉底就能改善的 所以刚才那个步骤 如果你皮肤本身并没有特别多的瑕疵需要遮盖的话 是可以跳过的 或者是等到你做完粉底 再发现有哪些需要在重点的遮盖一下的地方 再去补一补就好了 好了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行一分钟的粉底法 我们使用粉底液或者是高霜状的粉底 用我们的粉底刷 还记得吗 五个点 然后分别的打圈从中间向外去延伸开就可以了 那么一下呢 整理的粉底 那么い脸好 我们使用粉底下温等jan 那么快点 我们使用粉底下温暖 用来支撼准备 最后呢我们使用湿润的海绵 最后做一次全脸的定妆 它能去掉多余的一些粉底 并且让在刚才我们这个过程中 没有服贴的这些粉 让它更加的服贴 我们使用这个精水湿润过的海绵 然后再把它表面擦干 不要挤出能挤出水分 只要是湿润就可以了 沾取一些粉饼或者是干粉都可以 然后或者是直接用这个 如果刚才你觉得做的这个颜色粉的量 根据你的粉量来确定 如果粉量比较充足 那么不需要你再去增加的话 你就直接用这个海绵去做一个定妆 如果是觉得还需要再压一压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干粉去压一压 我们接下来用这个干粉 在局部去压一压 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定妆的效果 使用的手法呢 就是我们之前教过的 将你这个粉铺 好像在脸上皮鞋抛光一样的 快速地压一压 手法依然也是从中间向外面 好了这个时候我们的底妆就基本的完成了 可能有朋友会问 这个时候的底妆是不是稍微的有一些偏白 或者说稍稍的有一点偏厚 那其实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 曾经我也会有一点怀疑自己 是不是因为我的问题 这个妆没有化好 但其实是应该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为什么呢 首先妆稍微的有点白 那是因为我们在局部很多提亮的部分去做了提亮 首先它还没有充分的跟我们的皮肤精英贴合 以及我们没有去做其他一些局部的妆容 当我们把局部的这个颜色全部都加上之后 这种泛白啊 这种一味的白会得到极大的综合 这是第一点会得到改善 其次呢 由于我们刚刚上妆的时候 皮肤还没有跟我们的化妆品 尤其是底妆充分的融合 所以这个时候的妆效呢并不是最最好的 我们大概就是我们化完妆之后啊 跟这个皮肤稍稍的有一些融合 稍微的出一点点油 半个小时左右 这个时候的妆效是比较好一点的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还没有去做一些修容 比如说啊 像一些下颌角啊 还有一些鼻部的一些立体部位 相当于我们只做了高光啊 没有做暗影 所以呢也会感觉啊 现在的这个状态呢会比平时的时候稍微的亮一点 所以如果我们按照 呃妆后啊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很自然的 跟肤色很一致的效果去打造底妆 那么极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当你做完了其他局部的妆容和阴影之后 哎反倒发现你的妆是有点暗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稍稍的比本身的肤色白一个色号是比较正常的 大家呢就是这一点不要怀疑自己哈 我给大家一个评判的标准 你就按照这个标准做完全部的妆容之后才会你的妆容整个的感觉才会比较的协调一致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进行眉 眉的部分呢我们讲了非常多 但其实有很多是设计你的眉形啊 如何挑选如何去找到适合你的眉 但是只要你一旦花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随着我们的课程把你标准的这个适合你的这个眉确定下来之后 那么以后每一次你都是按照这个眉形去画 它都不会说非常的麻烦 比如你已经把它修好了 它大体上会有一个形状在那 你每天早上的时候只需要用你的眉笔稍稍的画一下 如果是染了头发啊 用染眉膏再戴一戴就可以了 如果是有些同学去做了这个半永久啊或者是文秀 那这个部分就更简单了 你如果想要一些自然的效果 可以稍稍的用液体眉笔 在一些缺的地方啊 补两根就会那个效果就会非常好了 好了我的话呢 就是用眉笔先做一些补充啊 有一些地方需要该补的补啊 该填把颜色做的均匀一点的做均匀一些 然后最后再用染眉膏稍稍的戴一戴就可以了 用红色彩浅发生了 就有油温和乡瓶� 是以后再分析的地方 不理解了 就有红色彩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里要注意的几个要点就包括了我们颜色是要有一个上面稍微虚一点下面稍微使一些眉的底线是一定是要非常清晰的这个要注意然后画完之后检查一下你的眉尾有没有掉下去有没有比你的眉头更低然后眉封的位置有没有特别的靠前还有就是我们的眉毛的宽度 有没有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标准眉型的那些判断的方法一些检查的清单只是只要稍稍的练习过一眼你就能看出来眉毛会有哪一些问题然后做一些调整就行了这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 好 接下来呢我们进行一个眼妆在我们日常中日常妆容的眼妆中不会说特别的复杂我们一般采用两到三色的这个眼影的间层叠加 然后呢眼线啊睫毛啊有这些基本的成分有这几点就可以了啊比如说像这一盘啊我想有给大家推荐过的三色眼影它比较适合于我们日常妆的很多种场合那我们今天就用这一盘来做一个眼影的配搭首先呢是最浅色的这一个我们在眼窝的地方去做一个打底 由于我的眼睛呢是比较的圆比较的短一些而我的眼妆重点是要把它拉长所以我所有的手法呢都会尽可能是从外 向内啊种在眼角处的左色然后逐渐的向眼头和眼中的方向去过度晕染 然后第二层 好了到了最里面的啊是靠近接近眼线的这一层呢如果你依然要用手指啊请用小拇指它这个部分呢非常的精细所以呢千万要注意范围尽可能不要超出你的双眼皮范围之内之外 嗯嗯嗯嗯嗯嗯嗯 我们就用手指做了一个间层 然后可以看一下 它会有一个过度 但是并不会特别的明显 我们可以用手指上多余的一些鱼粉 然后在下眼线的位置后半段 稍稍的做一下下眼线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眼线的部分 还记得我给大家推荐的这种眼线笔 或者是眼线叶笔 都是可以的 根据你的使用情况 然后我们从眼尾开始再向眼头去画 先把眼尾最重要的那个部分画好 然后再戴一下前面就可以 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三笔小飞翼的眼尾的这个画法 然后稍稍的把前面填补了这个睫毛的根部 由于我们日常妆 你如果不想太突兀的话 你就可以使用棕色的眼线叶笔 眼线笔或者眼线叶笔 它就不会有特别的明显的这个眼线的效果 会比较的裸妆和隐形 我们下期待的顶部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 我可以看一样的 这个眼线叶笔 我可以看一样的 你就可以看一样的 就像我一样的 那一样的 这一样的 我可以看一样的 然后我可以看一样的 我可以看一样的 好了我们就画了两条非常隐形和自然的这个眼线 跟我们的眼影一起让眼睛变得更加的有神 最后千万不要忘了睫毛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哦 好了接下来呢睫毛我们先用睫毛夹 记住要稍稍的跟我们的眼睛的平面成一个45度角 然后分段的把它夹起来 然后呢我们就刷上睫毛膏啊 如果你想要上下多浓密一点 那么就可以用这种比较细的 可以兼顾到上面的睫毛和下面的睫毛 就这样说了 好了我们的眼妆就这样完成了 是不是眼睛看起来明亮了很多呢 我们其实这些中间的手法呢 都贯穿了你对自己眼形的一个认识 比如自己是长形的眼 那么尽量的手把你的眼尾拉长 做一些中部放大的动作 或者像我这样本身眼睛比较圆一些 需要把它拉长 那么刚才在刷睫毛膏的时候 我们尽可能向外刷 然后眼影的涂抹方向 尽可能是着重点在眼角外侧 以及着重在眼线的长度上面去把它拉长 而不要把它加宽 所以这些每一步的步骤呢 都是你在之前我们这些局部状容的时候 你把它设计好的 设计好了 那这个部分就属于你自己的了 你跟任何人都是不一样的着重点 然后每一天你都只是在重复你的要点而已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唇妆 由于我的嘴巴呢 这个周围的四周的唇色颜色比较深 所以我们还是稍稍的做一些唇粥的这个深色的一个遮盖 然后再用浅色的唇膏去把它做一个颜色的改变 好了我们做完了唇粥遮盖 才可以将你想要的唇膏的颜色在嘴巴上去实现出来 因为假设我们的唇色比较深 它是很难把浅色的唇膏表达出来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唇部的这样一个遮瑕的工作 那今天呢如果是我们要去上班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偏裸色或者是橘粉色的唇膏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使用这些唇膏的时候呢 尽可能的避免直接的这样去涂抹啊 之前讲过 这样的话呢它会比较的难服贴 我们可以使用 你如果不想用这个带刷的话 可以用它点涂在我们的嘴巴上 然后再用手指把它去晕开 如果是这种颜色特别浅 当你涂了几次之后发现它的滋润度过高 高于了你的这个着色度的时候 你可以稍稍的用纸巾抿一下 这样它的粉色会 这个左色的力度会好一些 然后也会去掉多余的油齿 这个时候你可以再重复的去做这个步骤 就可以增加左色度减少这个光泽感 好了这就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口红色 假如呢你想使用一些稍微的气场强一点的 这个满涂的方法 我们在唇妆课的时候也介绍过大家 其实我们每天的日常妆 在其他的部分都不会变化的特别多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唇色的一个改变 会给人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感 所以你可以根据今天要去的场合 要做的事情适合什么样的唇膏 适合要什么样的唇色的质地 去选择搭配不同的唇膏 那么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日常妆中 每一天选择比较多样的一个部分了 而其他部分其实可能选择的范围就稍微的小一些 那么最后呢才是做我们的腮红 那你先选定了唇膏 再根据唇膏的色系 选择搭配的腮红就可以了 我们尽量的保持唇色和腮红色是一致的 好了大体上呢我们那个妆的主体部分就完成了 最后就是局部的一些修容和最后的全脸定妆 我们下期再见 好了我们的妆容就完成了 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完整的妆容 但是同学们千万要记住一点 我们任何一个妆容都不可能面面俱到 你都需要抓住最重要的一些点 就像我们所说的 你只要抓住了最重要的20% 可能你就能把整个妆容的完整度和完美度提升到80左右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对于你来说 妆容方面最重要的三个要点 不用太多只要找到三个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我我最重要的几个要点就是 第一我需要大幅度的调整我的眉形 第二我需要大幅度的将我的圆眼 近衡的拉长 第三像我的嘴巴 这个唇周的颜色不均匀 那么我一定要去调整这个唇色 其实这几个点只要把握好了 我的妆容都不会差到哪里去 所以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基础妆容的重点要求 那么对于你来说 你需要通过我们的课程学习 发现你最重要的三个要点 抓住你妆容最重要的20%就可以了 其他的部分可能不需要都那么的精细 或者说处理的那么好 只要你能抓住最重要的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完成一个相对比较满意的妆容 那么最后我们还会有一些课程 那会在我们这个基础妆容的基础上 我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东西叫做基础妆容 然后你在不同的场合下面去增加要点 就会变成我们适应不同场合的场合妆 打个比方说 像刚才我们讲到 在日常妆里面 唇色和腮红颜色和质地的选择 会比较大范围的决定 这个整个的妆容所呈现出来的感觉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 这个眼影的这个搭配 不是也会有一些效果吗 但其实可能每个人能选择的眼影范围 也不是特别的多 首先在日常妆里面 我们可能对于一些对比色 或者是颜色饱和度 明度都特别高的眼影色 都会相应的比较少选择 首先就已经排除了很多 再其次呢 有很多同学可能因为肿眼泡 或者是单眼皮 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只能选择哑光 或者说有些必须要在某一处提亮 所以其实眼影的配搭和选择 并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 因此呢 我还是会说这个唇色 腮红色 这些色彩 比较明亮的一些色彩 会对人 会让别人一眼看上去 是哪些的不同 所以在我们日常妆容里面呢 更多的不同 是会在这些地方的选择上面 而具体到不同的场合 你可能再增加一些要点就可以了 像在一些外出的时候 你要尤其的做好 妆前的一个控油 防晒 那么尽可能让妆容更加的持久 还要及时的去补妆 那像一些晚上啊 夜晚我们去参加一些 比较正式的场合 那么你的妆容呢 就要稍微的精细一些 然后整体的色泽感都要再加深一度 比我们白天的时候要加一度 那么这些都是在不同的场合中 你只需要在基础的妆容上面 加一 加一个重点 就可以去满足不同场合的需要了 这样去理解 会不会简单很多呢 好了 我们接下来的这些 所有的主题妆容的部分呢 我们都会在日本 和加纳宝的化妆师和摄影师合作完成 我会在7月中旬去进行这个部分的拍摄 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我们 接下来主题妆容的部分哦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通过维库来跟我们及时的反馈 今天的这些课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吧